今天各位都看到了賴清德的辯論吧 不愧兩個字 哪兩個字 賴皮 所謂的賴皮 各位去看看 講到高端疫苗的時候 我的小老弟 台中市立委的參選人 羅偉祥 對不對 廖偉祥 廖偉祥 廖偉祥他公布了三卷錄音帶 其中的一卷我是聽過的 你本來就聽過 對 那個是很早以前 我就已經聽過了 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 各位知不知道 本來定價是700塊 然後誰弄到800多 那你說 然後補貼40億 那請問一下這些錢是誰的 各位曉不曉得 你跟我的錢 對 叫人民的納稅錢 對 好 這是第二個 是 那第三個 他說他可以外銷 到了今天 嗯 連第二期期末報告都沒給老百姓看 都沒有 封存30年 嗯 錄音帶裡面講得清清楚楚 講得清清楚楚 然後侯友宜就問他 你怎麼看 他說如果那有弊端的話 那你就到台北地監署去告 好 我現在我查了啊 嗯哼 63個人 是 去告高端 OK 全部結案 對啊 那個案子已經 兩個月前就結案了 兩個月前 正是中選會公告提名之前 對 就 結案了 對 然後呢 他是用結案 至少你還要有一個 不起訴 處分書嘛 對齁 他用簽結的方式 簽結不需要任何理由 各位知不知道 嗯哼 這個就是賴清德 你賴清德說 哦這個是 你有弊端的話 你去告 那你就去告 這63個人都去告了 結果呢 還不是簽結 對 簽結 但是呢 我也告訴賴清德 我也賴皮一下 說賴清德那你趕快告我 我已經講了 二十多次了吧 對對對 我已經講了二十多次了啊 那我講他廖白啊 那我講他廖白啊 他已經講了二十多次了 對 我也希望他那個告我 是啊 他也賴皮 嗯 他就講 張有華講的 嗯 他不會提出告訴 各位就看看 這種廖白啊 沒有誠信的人 一旦幹了總統 他會不會出賣台灣的利益 會不會 會 好 我的手機裡面 嗯 嗯 我的手機裡面 那我是不好意思哈 嗯 有人傳給我 嗯 有一位誠信的小姐 嗯 是說 他跟 就是透過他安排 嗯 他跟安倍家族建立的關係 哦 他是叫我查查看 嗯 但是那我沒有影射啊 嗯 我絕對不敢影射 因為他們的問題 嗯 對我來講 我沒站在旁邊看呢 我怎麼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 對 我也不想影射 但是我的朋友就告訴我 是 我上次在廟口開講 我對著神明面前講 說那一位小姐究竟是你什麼人 嗯 他到現在 賴皮 有沒有回應我 對 沒有回應我對不對 沒錯 好 有人已經把他照片傳給我了 嗯 他說這個人 是 就是幫安倍晉三 嗯 做畫像的 他媽媽 他也有一個畫像 嗯 所以賴清德說 他跟安倍晉三的家族 是多麼好 多麼好 就是透過這個陳小姐 哦 但是那我沒有影射啊 沒有事實的東西 當著神明的面前 那我絕對不敢講 嗯 但是這一種東西 他都要頭頭摸摸的 我們公開問他 他到了最後 他也答覆了沒有 他就是不說清楚 他跟安倍晉三之間家族的關係 關係 嗯 他是說安倍晉三死的時候 他參加了他的家族祭拜 對 我說憑藉清德 你怎麼會跟安倍 對 他們家族建立關係 對 結果他終於傳過來了 說什麼 啊 說這位女性 對 是幫安倍家族 是 做畫像的 OK 那所以他跟安倍家族就很熟 哦 賴清德是不是透過他 嗯哼 好 嗯哼 跟安倍家族建立的關係 是 好 這件事情是第二個賴皮 第三件事情 各位曉不曉得 嗯哼 賴清德是廖北亞 嗯 他的 各位如果在網站 嗯哼 去去看 看賴北 看賴清德廖北亞這條路 有兩個是非常重要的公文 公文上面 有 有相關單位的 就是那你認識的 誰啊 高明輝的簽名 哦 還有一個 就是 最近 你逃過追溯的 好 方敦謝的 他的長官 叫做王任謙 哎 哎 你還記得吧 我都記得我都記得 哎 他等一下呢 我要補充一下 這是調查局的調查員 對 哎 沒有 中正站的副站長 OK 中正站的副站長 因為他有兩個副站長 一個是管國安的 是 一個是管那個 一個政治正防 一個治安正防 OK 那他是管 國安正防的 這只有你知道耶 真的是 好 公文裡面上面 都有他的字 嗯哼 那賴清德要不要承認 嗯哼 那誰最先知道 他是廖北亞 嗯哼 大家 摸著良心說 最先知道的哈 絕對不是張某人 絕對是誰 蔡英文最先知道 哦 蔡英文就是用這種方式把他逼退的 這樣子 哎 那個時候 二零一 一八年 二零一八 九合一地方選舉 打敗 賴清德辭格魁 對 然後辭了格魁跟蔡英文 他們幹什麼 要爭總統的提名位置 沒錯 對不對 修理賴清德啊 他那個時候是怕 怕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的民調 是蔡英文的兩位數 兩位數以上 勝過蔡英文兩位數 哇 那蔡英文就是請了 新潮流大佬 球爺爺告奶奶 他說他要 選到底 然後他說那我的民調比你高 為什麼不是那你來讓我數 我讓你來 對 賴清德民調本來就比他高 對 好 春風專案出來以後 你賴清德就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再不退的話 對 他就公佈 那就公佈了 真的 那就公佈了 嗯哼 所以各位看 一個廖北啊 嗯哼 可以幹到總統 對 這個是文所未聞啊 對真的 你賴清德講 他的 今天侯友宜不是講嗎 十大失勝 失去的失 對 對 他說十大失勝 我現在告訴各位 賴清德在台南市 就在嘉義的旁邊 各位曉不曉得發生一件事 為什麼所有的匪魂案 八十八槍 爐渣 各位曉不曉得 整個爐渣 要 要什麼 六萬 六萬七千次 十頓大卡車 才運得完 才搬得完 對 哇 好 各位曉不曉得 為什麼賴清德在台南 他的官員緋聞 好 我們講陳中諺好了 對陳中諺 就是嫖妓嘛 對 你嫖妓有沒有人檢舉 有 有 我現在告訴各位 有人檢舉 但是賴清德不管他 他不管 他也不管 是案 是案 然後 還不准讓他出來 讓他升官 那你知道嗎 陳中諺一個 嗯哼 還有另外一個 陳 陳凱琳 陳凱琳 對 現在這些案子一個一個出來 各位有沒有看 嗯哼 調查局為什麼不辦 誒 你講到重點了 假如是侯友誼的話 他就辦了嘛 那早就掛了 他老早他就掛了嘛 對 為什麼你侯友誼的一點小事 你調查局 好比說 去為學生喝那個藥水 對 都說是下毒 對 對不對 調查局馬上出手啊 為要案變成為毒案 欸 變成為毒案 他還真的辦喔 對 為什麼他的手下 貪污 為什麼他手下搞女人 為什麼台南市 各位有沒有發現 哈 鐵路難移 那個案子 嗯哼 他為什麼透過情治單位 卻把它擺平的 哦 是這樣嗎 對 去問陳小雅 嗯哼 他們接受了多少的壓力 你賴清德明明承諾 說原地改建 對 到了最後呢 把他們通通都給趕走 對啊 七十多戶 七十多戶 對 七十多戶 這些我們把他的弊案 一個一個講了出來 嗯 各位就可以知道 第一個是廖北亞 第二個他又講跟安倍 鏡山的家族那有關係 我就問這個陳小姐那是你的什麼人 嗯哼 反正陳小姐不認識我 因為那我太太 她姓陳 嗯 但是絕對不是那我太太 好不好啊 哈哈哈哈 好 這些完了 為什麼所有發生在台南市的案子 對 對 調查局不敗 我再告訴各位一件啊 非常重要的消息 嗯 韓國瑜選上了高雄市長以後 嗯 你知道調查局做了一個什麼樣的動作 你曉不曉得你要不要猜猜看 台南市市調債 約三分之二的人全部調到高雄 做什麼 啊 做什麼 大韓 就是搞韓國瑜 嗯哼 這個我要問哈 究竟是賴清德下的令 還是 蔡英文下的令 嗯哼 為什麼賴清德跟調查局的關係那麼好 對啊 到了今天 連 連調查局庫房燒了 你看賴清德有沒有表示任何的意見 他什麼話都沒有說 他就是不說話就是不說話嘛 今天好友一問他 他就是賴皮嘛 嗯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我喜歡呢 我喜歡我的支持 可以做好嗎 請看